Hello 大家好 這是最延行的好玩的時間 這次很高興邀請一位專業的睡狗教練 培訓狗教練Decky 但是是星巴 不是狗狗教練那麼簡單 除了英俊 他教出來的狗狗有很多是明星 這個很難看 這個慢慢介紹 大家會很熟悉的 因為我想說 大家都知道女王我們是貓的地方 這次我找了狗狗 下次可能是雀鳥 沒所謂 觀眾可能都喜歡狗 我們做回節目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創意創業 什麼類型都有的 很有趣 狗又要有愛心 除了可以做訓練 還有爆不爆你做了幾年 很年輕的 超級有經驗 所以在過程當中 你都可以給予很多 現在市場的情況 還有最後我繼續問一下 有心想做這行的朋友 有什麼要留意 但是當然 首先很關心你的子女 因為真的 在過程當中 可能大家在看電視 或者在廣告上 可能經常都會見到你的子女 對 讓大家有少許了解 當然我們說了很久 阿德奇未開聲 先開聲 OK的 我做了二十年 最初有興趣 其實真的喜歡狗 我養了一隻狗 一般人不知道怎麼訓練 二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多些 沒有渠道 現在互聯網 上網 YouTube 很方便 以前沒有的 真的 站在那裡 自學位 沒有 那就買書 買書看 即是看書自學 真的提書 解決到一些問題 原來也可以 我第一隻是養一隻西施 那個年代只有西施 西施 不敬 沒有什麼品種 最重要是教廁所 後來教廁所 這個方法可以 後來想想 這隻小狗 我領養的那隻 第一隻 在愛護動物協會領養 即是領養回來 這隻小狗 都大隻 我想有接近一歲 一歲 周圍去廁所 都是那個問題 那 教識了 後來又教他 定一點 打算拿個呼拉圈 貪得意 放他在那裡 不准動 咦? 又wap 真是ok 真是ok 那你就覺得 有多有趣 對 然後教一下輕輕 一般人 又可以 那 也有興趣 但是當然西斯 搞得什麼 那 也挺乖 又挺開心 夢想 我喜歡一隻 金毛的大狗 當時都不知道 金毛是什麼 我喜歡那隻狗 也是 一片狗 我喜歡那隻狗 是什麼 不知道 問一下人是什麼狗 就問了 這些是金毛尋回圈 決定 一隻狗 買 那 當時 說成20年前買 不便宜 20年前都一萬多元 我包都很貴 很貴 所以現在有些人說 那些狗這麼貴 一萬多元 不貴 我們20年前都是這樣的價錢 買了一隻 金毛回來 還遇到大問題 這麼大隻 因為 又是看書學 學完 搞到基本的東西 已經搞到 搞一下他玩一些花式 有趣的東西 你花式 這麼好玩 那時候 不是教我輕輕 只是教一下他的服從 就是跟著我走 服從多些叫做 例如跳手圈 跳腳 跳背脊 可能擔一下東西 擔一些東西給你 擔亂 擔一下圈 這樣很聰明 很多東西玩 有很多東西玩 我已經聽完之後 覺得我兩隻貓 真的算靶 有很多東西玩 不同的 當然 叫他做的動作 那種開心 尤其是自己的寵物 首先不要理會是否工作 最早期的時間 沒有關係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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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像 雖然我自己家裡看不到 我家裡看不到 我覺得挺有趣 又教了這麼多東西 後來有一次 無端端去過狗剪 以前狗剪藍很好 我們以前狗剪藍 是在跑馬地馬場 交狗剪的 很正 很被重視 以前英國成民地 流下來的那些 真是很抱的 去看看 玩一下 我朋友說 Ducky一起去玩 我的狗給了表演比賽 我說 好 陪你吧 打算陪他去玩 誰知道我的狗 這樣玩了 就有第二名 赤金毛 赤金毛 第二名 接著電視台邀請 頭一二三名 還有當時有個練九師 就是我自己的師傅 張崇趙師傅 一起上去錄影 訪問一下你 你想那個年代還是都市閒情 很久 真厲害 很厲害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所以就上去表演 表演完 我師傅就說 你這隻狗很厲害 不要浪費了它 當然要進來學一下 當然那時候二十多歲 年少氣成 很厲害 出了我靠 當然厲害 是我厲害 不是這隻狗厲害 你應該說 我厲害 不要浪費了你 你也挺厲害 對 如果這樣說 就早點跟他 因為他說我的狗厲害 不是說我厲害 所以遲些跟他 那時候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沒有 我都不是想著做 不是 是興趣而已 對 然後當然 之後 贏了一次比賽 人又深紅 六十有利 對 有服從比賽 服從比賽 就去服從比賽 外國那些 只會找些狗去說羊什麼 珠義翔 很想說羊毛 對 很想說羊毛 你香港不好 只是坐下 坐下 坐下 這些都是很難的 不要小看 當時我未知 都覺得很容易 你看看多厲害 那時候沒有忘記 你當初贏第二名是天才表演比賽 即是沒有佳拉的 你喜歡怎樣 自由發揮 對 自由發揮 但是一個指定動作 不同了 那時候記得 不知哪個公園 比賽 那隻狗真是 平時很乖 那很緊張 平時當然很乖 有很多同伴在玩 又有 那誰知道走了去 真的 真的 立即 對 平時不是這樣 為何走路 第一次見公開這麼多人 還是怎樣 其實現在明了就知道 你在公園 乖不代表去到那個地方 對 對 對 小朋友 是嗎 他在這個studio 彈琴很厲害 他去到台表演 不同 你說不同了 小朋友又怕 狗又不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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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又去玩 對 很多人跟他玩 其中見到一隻 那時候是 Snauzer 屎尼沙 這隻狗 這麼乖 這麼小 我這麼大隻 不是大狗聽話 D嗎 這麼乖 厲害 很厲害 心裡有些事 難受 你這隻狗教得這麼乖 怎麼教的 你問我師傅 我師傅教我教的 然後 問他師傅是誰 就是張崇照 即是當日跟我一起去 說我的狗厲害的 不是說我厲害的 那就打電話給他 說我很有興趣學 主動打電話給他 主動打電話 主動打電話 當時我師傅都說 那你就進來看看 是吧 看看先 收不收你做徒弟 再算 看看先 當然看了一輪 人夾人 都要看清楚 是否真的受教 或者聽 因為那時候就是師徒仔 師徒是很重要的 沒有什麼學生 以前就是師徒 一路學 學之外 自己用一下腦 很重要的 不是死背眼鏡 對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因為當時也有 不是我一個 有其他師兄弟 有些師兄弟都問 哇 阿良 師傅經常教你東西 不教我東西 我不是 我說你不問 師傅以為你認識了 我常常問 這是學習態度 我常常說 我當師傅虎是毛巾 見到他就說 看他有沒有得逼 你要想 真的 你主動學習很重要 這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 說到我就是興趣 是的 我都沒有想過 現在是做訓犬師 是的 很正常 沒有想過 有興趣先面試 不過很幸福的一件事 不同現在的小朋友 好像一定要做某些事情 整個方向不同 因為剛才聽你說的 很重要 跟一般人一樣 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為高興的 為高興 你就容易被吸進去 發覺自己的興趣 是 有興趣才有心學 我常常說 你又不讀書 便要博明讀書 也是這樣 我都會有興趣 還有你覺得那件事 譬如剛才你說 你完全不知道 要數一本書 看看怎麼搞 很簡單 接下來的新的教育 其實智學能力也會很強 而且就算智學都很穩定 人都要懂得扭毛巾 你不要想著 師傅會餵給你吃 問題是因為Dekky 找到他有興趣那件事 第二件事 他不會領人 問題是 一說要訓練你狗狗 你心頭好禮 你又有很多挑戰 想搞 我懷疑是 你怎麼看別人的狗比你 然後覺得 不是挑戰 才可以 這個世界 那一刻 也是第二階段 我去服從比賽 其實我第一階段是 出生 我喜歡 你明白嗎 我興趣 我經常說 不要很有為 其實你做事很有為 其實你做事很有為 嘩 你看看 現在做的Dekky 多好運 二二三三 如果你是沒有興趣 你多好Pay 都沒有意思 你不能形成專業 你由自學 去跟師傅 你考上證書 有 有 有 過程有多久了 那你是不是有些 成本校的 跟師傅 學到一些技術 那時候真的有服從比賽 那時候的服從比賽很抱的 不是我們平民玩 有警察部 有情報 嘩 好抱 好玩啊 好玩啊 我們修讀院 那些 他們就是跟我們鬥服從 因為那時候修讀我們 又沒有那麼高級 是吧 我們也沒有那麼高級 大航狗 一定在你左邊坐 對 那些人怎麼轉 都是在那邊坐 因為很高難度 要跟你走 那些 大家不是一起比賽 是 真的一起比賽 那些分級數 有 其實有 新秀 初級 中級 高級 那就公平了 這樣說 我們都跟他們比賽是高級的 是嗎 你馬上就已經 因為我們都這麼多年了 你明白 我們當時 又是在盼瑪地跟他們比賽 這真是歷史 現在 社會 你叫警察部跟你比賽 就很難 是吧 是 就是不可能 會會會 你那隻狗 是否就是這間 你在Povera裡面見到的 Hi-Fi Hi-Fi 贏得最多獎 帥仔 我等你講他 我都想給其他朋友 不想人看 真的 我只想這個 因為這樣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看到 當然 看到這個品牌 看到曾志偉 應該都大約會知道 那隻是什麼狗 如果是金毛 基本上 大家都比較熟悉 其實其中一隻的 就是這隻金毛 這麼聰明的金毛 Hi-Fi 就拍了很多廣告 而這個 是我記得多些 還有其他的 這個部分 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說 他是這個星巴 因為他 其中一隻 現在還沒說到其他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經常拍廣告的 一個小狗 待會再講 關於 那些狗的明星樣的部分 再講講 訓練的部分 好 贏了 再跟了師傅 那些小狗 也有這麼少的毛巾 嗯 是 復重比賽 當然 你有師兄弟 我想說 在你這個態度的學習當中 現在都做了這麼長時間 其他師兄師弟的結果 是怎樣 我想知道 有沒有還在這行做 還是 但行頭很大 我明白 可能你的能力會怎樣 我想說 你那個學習態度 都重要 你現在這麼多聯絡 你有看到結果有分別嗎 有些都有做的 你明白 但是 有時候 可能制遇 那些有不同 我又覺得 當中有很多 巧妙 或者你真的制遇 好像我做的 那些都是比較 上門 上門的客人 會 你說好做些 或者在家裡訓練人 對 你態度上是不同 你給的東西 人是不同 所以你又吸些什麼客人 好像我們上門教狗 不是上去派方法 你明白 就是 我們那一行 都幾次健身教練 對 如果健身教練 讀完一年 已經可以有證書 那你上去就派方法 這部機又怎樣做 這部機又怎樣做 你只是因為懂得如何運作 就無法滿足那些人的需要 因為一般人就是 是 客人做的 你 那隻狗 可能 那隻 這麼特別的狗 住在那間屋裡 那個環境各個不同 對 那是不一定的 對 你派方便 譬如我們經常說 回到那隻狗 最重要是規範牠 賣牠圍牠 即是在本書裡說的 對 對 你是活動的書 我經常說 我給你多幾百元 你買本活動的書 貴很多 會說話的書 你問 又好像回答到這句話 回答了你 即是不用自己貼圈 對 即是解決問題 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另外上門就是 我的房子 你不要管 我的房子是三千尺 我就放它到處走 我就是要不找遺蘭 我就是要牠會去廁所 這樣就不行 不行就是沒有辦法 對 即是不是解決問題 通常我們已經教到 當然盡量快一點的方法 你介不介意用遺蘭 你喜不喜歡這件事 如果牠不喜歡 你不就三千尺沒有遺蘭 可以教到去廁所 這樣才是 很妄管 對 那就是 為什麼說 你去派法律 你就沒有辦法 那些一定是剛剛出來了 沒有話好說 即是說法律 有經驗 因為你會根據現場情況 不同狗主和狗 就是要處理的 還有要浸 你問我 不是師傅全部教你 不可能教你 要教基本功 你要考慮 你要自己 要自己學 要啟發 要想 我已經 我學了這麼久 到現在 我都會說 很多人求方法 其實我說不是 你要明白原則性 要 要做一些變出來的 然後才變方法 那你就會做到很多事情 你就會變成千變萬法 很多辦法 但入行的過程又如何 比賽贏了 但是 即是去上門教人 還是怎樣 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多事情 我一直都是 如果說上門教 真的 全職一點 如果全職 都是 我想四年左右 全職 之前都是有正職 正職我當然 做寵物的行業 那你問我 最初是 我學了 都未做這行 那後來 是 好 有比賽 入一下這行 入一下這行 那時候 十幾年前 寵物店 寵物店 寵物店說 沒有脫下工資 哈哈 三千元而已 一個月 好像這樣 這麼大件事 最可愛動物才行 最鹹頭 真是厲害 三千元底薪 然後 那些來自什麼 賣東西 還是 當然 有寵物店 做一下兼職 叫做教一下狗 那間店裡 接到狗教 你又做一下 有多些收入 機遇 然後 做寵物行業 然後 轉了一間 入日資的 大一點的 寵物店 那些 有規範很多 那些 有學識多一點 因為起碼 有制度 有規模 有理念 有不同 那些 適合你性格多一點 哈哈哈哈 又令我成長 對 令我成長 然後 後來 再轉去一間 訓練的學校 那又再轉 對 做一個 全時間訓練 做了兩年多之後 再轉 跟別人 搞寵物店 自己搞一間 大的 當然又 不是自己要的東西 那 那 再現在 就 近來 那 轉回 都是上門教狗 那 做一下這些 做一下自己 最喜歡做的 哈哈 最喜歡做 還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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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 你 回到自己最專業的東西 最強項 最喜歡的東西 最喜歡 還有 都要 平衡的 你不要為 只是賺錢 很多人說 哇 Decci 你不是賺很多錢 一個小時多少八 一天十個小時 不是這樣的 我說 你不會接得多隻的 因為 現實問題就是 難道你一個小時 就一個小時走嗎 是嗎 那你真是計鐘 是嗎 不是 教狗不是計鐘 一個小時 都可能不動 那些還未走到 是 不行的 都是要用心的 要 還有自己都要 安靜 安靜一點 難道一隻搏一隻 你都不安靜的 是嗎 趕下場的 就不會有好 那這些真的要 那個人保持心態 那你問我做 這麼久 會不會教到 自己 入了一個死鐵列 很勾 很木 是嗎 不是 真的會走火入魔 是嗎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你打算 你有了鐵列 你做鐵列 其實 它不是整部機器 用鐵列就可以 用螺絲批 這樣扭就可以了 說真的 如果我學到現在 你問我 扭一顆螺絲 用心和不用心 都有分別 因為不用心 就扭一顆 嘩 嘩 那些都會 用心就正一點 我學那個過程 其中有人提過我 教過我 犬隻心理學 他都說 其實萬物同一真性 還有萬物都有生命 用化髮 要粗一點 是亂磨的 他就早點死 放在填海區 對嗎 你鏡子疼一點 他就長一點 你當作他所有事 都會有感情 即是不同一點 後來我又不行,沒有什麼愛心 先不要冷靜一下,先停一停 發展去到某個位置,就像一個過你牆 有些人應該去到麻木 會啊,會啊 所以Dekky剛才說自己有心和喜歡的東西的影響很大 你會主動找突破,有些人不賺錢就賺到麻木 總要這樣賺到錢,他不會想的 他可能是騙著自己,可以的了,不行的那些 不是我不行,你不行而已 那隻狗壞狗而已,那些賺錢就成精了 錢還要一點,可能他沒有愛心的部分 正常是生物來的 其實你問我,我個人就要的 但是當然,你說有沒有人會不用的 但是又賺到錢就有,我又有 但是他不會想到自己有什麼局限,不會再突破 我想這件事在整個事業發展裏面 都很主題的一件事經常出現就是 你每一次真的要找突破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局限才找突破 因為賺錢就要找得很安樂,經常說 comfort zone 你打一份工,很安樂,就拿螺絲就是這樣 就不理會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會找突破的嘛 你的名字,你的branding 其實他如果麻木了,基本上 講得比較壞些,那些顏色看的 就自然會流失的 如果實情做得重要都不是 人麻木了都會有問題,不要說是否工作 會的,會的,會的,所以就是 細心,真的 很多人說這行業,來,來,來,多厲害啊 教狗,又踢烈,又愛心,什麼叫愛心 是嗎?很虛無的,那怎麼有呢? 有些人會說,我教狗 如果你上門教狗,只是教狗嗎? 不是,你... 我真的要教狗 這個當然重要,是互動的嘛 另外一件事,你起碼對狗就是 你要關心牠,包括牠有沒有問題 你一今天一看,喂,Daisy,Hello 這樣的樣子,是不是有不妥呢? 那你已經知道了 沒有敏感度要提升的 是很高的,麻木了 真的沒有敏感度 因為很簡單,你教狗 然後夜一點,或者明天 主人看到,咦,牠有塊皮膚,你不知道嗎? 原來你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來教狗,那裡不關我事 有些人會這樣說 那不是,你明白嗎? 牠是生命來的 牠有什麼,咦,牠有這麼大的皮膚 沒理由你清零緊的時候 牠沒有拗的,或者沒有舔的 這些是細心的 你要關心牠 是嗎?耳朵會不會髒 你問我,Condition很重要 我的狗,你的狗這麼聰明 拍廣告,又拍電視,又拍電視 其實很多人以為,我是行踢烈 那隻狗很聰明就可以 那隻狗是不是Condition好呢? 聽說很多東西 是嗎? 那跟你自己的學習過程 都會很有關係 你做過寵物店 大行小行都做過 不同範疇,跟寵物有關 都碰過 提高了敏感度 可以看多了很多東西 會 其實會的 很多人 就算現在入行想到 Dot Trainer 是嗎? 其實 那個計劃也是 包括外國也是 讓你進來做Dot Trainer 他只是Dot Trainer 那隻狗體溫多少 是嗎? 抽筋徵狀 是嗎? 他中暑支持徵上 你都沒有的 原來你拖一隻老虎狗去Train 是嗎? 曬著太陽在天台 然後回來 主人 不好意思 暈了 中暑 大哥 你這些 都說 你狀態好 你才講Training 有個Live才Training 我們經常說笑 主人 回來 乖了 以後乖了 暈了 暈了 乖了 以後都乖了 抗了 即是 即是我們說笑 有這樣說 但喂 它是Live 你當它是甚麼? 機器嗎? 交功課 心理 不是這樣 即是 如果做的真的用心 心是怎樣 是嗎? 問你自己 其實 在教狗對我做人 其實都很大進步 你知道怎樣溝通 你想想我們跟一隻狗都溝通到 跟人應該細心一點都可以 但你已經說了 你都是很主動的跟人溝通 主動打電話找人 主動問 很明顯的 這件事 很大的優勢 機會都是爭取的 我想說 當時你入行的時候 是否香港不是太多 算是 不是太多 所以 不注重 一來不注重 譬如你爭的人少 那時市場上差不多 要找的都是你數得出行 某些人 都是的 但是以前真的沒有那麼多人養狗 養的品種就很局限 北京西斯 曲卡 即是玩具狗多 對 以前最瘋的就是 英曲美曲 是吧 再頑皮一點 以前怎麼教 那就打 以前 你是不是 媽媽教仔 媽媽教仔 拿一條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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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打得乖 他們又覺得是 那個年代 因為小孩子也是這樣 對 沒有那麼多資訊 以前我都不明白 我剛剛跟師傅 找英粉的多 對 跟師傅那時都是 放狗狗幼 又是狗幼那些毒理 不要啊 不要過去 當然不是 他打狗的 不打誰會這麼乖 他踢狗的 這樣 另外想起師奶說話 那你都會害怕了 你自己疼的 那隻狗也是 不要進去洗媽媽 你現在教得多好啊 那隻狗就是這樣 這樣 後來 幸好我看現實 是 真是 很乖 也不是 人說你就相信 對 人說你就相信 很糟糕 不是 後來 真是 就是 那次服從比賽輸了 找師傅 進去就看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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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傳言 你打狗 打狗才乖 是嗎 沒有方法 當你沒有方法 你便要打 你明白 他們又不會心裡想 你看書 人家愛狗 教狗 但是你加上 你會找一些外面的知識 令自己豐富 但很多人 就像媽媽那樣 打狗 因為他真的不懂 也不知道在哪裡找 其實相對地 我想可能以前的情況 跟以前教兒子的相似 相似 但是現在開始就 多資訊 多資開明一點 這樣說 還有 變了 那時候就入行是少 現在就變了 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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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多了傳媒 前幾個都做傳媒 可以 給那些兒子 很多地方可以出鏡 是啊 很多就是 多了機會 也都 你不用的 你 作自己在哪裏 哪裏都可以 但是現在海關 多了條例 你就不敢作 以前都是作 你怎麼證明 有句說話 他們很厲害的 就是你怎麼證明 他講謊 你不會去證明 他講謊 那就寫 寫 寫到我預約很滿 哇 這個厲害 這個很滿 很忙的嗎 你可以支持我 是的 是的 都會是這樣 問到我們 我們 我們 不會說人 我們 只會說 不要這樣問我 你自己了解 項頭都很寬 現在 寬嗎 不是的 都是叫窄的 都是窄 都是窄的 因為 其實出路是有些困難的 嗯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說 它是很多人找 有問題 很多人找 是吧 想解決問題 第一 最常我看到的解決方法是 找Facebook 哦 是 最慘找完Facebook Facebook解針 是的 萬能的Facebook 是呀 萬能的Facebook 我這隻狗有事 是的 原來在這裡寫寫寫 有很多專家就回答你了 第一是這樣 第二是專家再推薦 一些訓練員 但是既然你找到我上來 就說 那個訓練員自己是那個人 你明白嗎 是另一個名字 你介紹找Dekky 其實背後是Dekky 你找Dekky 你找Dekky 是哈爾手法 是的 不排除 你明白嗎 我不敢 我證明不到它是 當然 人家是人家的事 通常都是這樣解決 找 再者就是那些Facebook專頁的贊助 賣廣告那些找 是 又上網 那些 Google 什麼 搜尋 是 都好像很闊 好像是 但是真的 另外一邊相 就是 當找那個人 其實都幾 幾虛無 他找就找了 他會不會找你呢 因為他都是沒有什麼信心 是 所以你問我個人來說 我很多都是介紹多的 是嗎 是 介紹是會有信心一些 是嗎 是 會 會 所以你說普通出來 他們是比較難一點 是嗎 因為 他們 溝通上 又是難觸摸 因為他不知道 那個客人要什麼 到最後 那個客人上了五堂十堂 死了 又說不到 不知道那個客人表達能力低 還是那個客人吸收的能力低 不知道他要什麼 不知道他要什麼 其實都是很多這些 你摸不到那個主人真的要什麼 需要什麼 你派錯藥 知道嗎 就是吃錯藥 吃錯藥 對 先說一下 我們MCA 客人都可能不太清楚要什麼 他就知道 你想找人說說話就可以了 說到話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說到的意思 還有一堆東西 對 好像你們那個訓練 其實有一堆東西 怪咯 怪咯 誰知我才是乖 對 狗仔又有脾氣 你知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公眾 未必有一個很清晰的家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找 但是會不會在狗這行 例如純狗司 有沒有一個association 或者有些官方的一些 認證 或者行內是比較說服大些 權威性的一些地方 以前真的有 為什麼以前呢 以前也有服從比賽 後來也沒有 沒有了 為什麼 這樣假的呢 老實說 因為 其實香港以前只有兩大九會 香港九會 九龍九會 兩個地方 九龍九會 就是大哥鄧光榮創立的 哦 只有這兩個九會 會搞服從比賽 嗯 但是搞了都是我們的 張家斑 就是跟我師傅那些徒弟好 學生好 或者我那些學生好 喝同一個原術業 當然也有少少人來外來的參與 但是外來的參與 是要很大勇氣的 嗯 為什麼呢 因為他來到是輸的 哦 是吧 輸的機會多 輸的機會多 他要很大勇氣來輸的 反正專業組 例如警察狗 海關狗 那些 還會不會去參加這些比賽 反正那時候有的 那些社會 可能不同了 那些社會 不會的了 或者好像你那時候 那樣勇氣方剛的 年輕人什麼都不知道 撞進來比賽 有 有 有 那就輸了 然後再硬著頭皮一點 再問我們 有時候FAN了我們 我們又教他 那就有些成績 嗯 那真是有些方法的 你是不是 那你要丟得低 那為什麼再跟著 兩大九會就不搞了 是吧 第一 大哥的九會 大哥上去搞了 是吧 搞第二個會 搞第二個會 香港那個 香港九會 就不搞了 你是不是 那 就是 人與人之間 這些都是 我搞一個 我搞一個 舞台 給你們拿 你又不抹我嘴 又不跟我笑 是吧 只是來拿獎杯 那當然是不搞了 其實不搞之後 就會更加參差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出來教狗也是 會說 嘩 拿個什麼獎 你拿個什麼獎 什麼獎 起碼拿了 有些狗做了 就是看到表演 當年我們有比賽的時候 都有外國回來的 訓練 美國也有 英國也有 澳洲也有 以前那些客人會問他們 你們跟他們那班人 比賽那班有什麼分別 是呀 我們不比賽 我們這些是家庭犬 來的 求求其其 乖乖的就行 沒有他們那樣專業 那樣 後來不用說 沒有了比賽 為什麼 一二向 他不用覺得 刺一級 嗯 嗯 當然我們 都是一直 叫做 給別人 我們自己的履歷 我們都可以說 嗯 嗯 那你說 我們已經 我獎杯 我家裡 獎杯 百多個獎杯 你給我們 已經 經歷過 其實 你不搞 對下一代是不好 是 因為一說起 你不用了 你慢慢把我 每隻狗 旁邊都是有一棵 牌獎 是屬於那隻狗狗 一棵 其實像小朋友這家 保養比賽 哈哈 但是香港不搞一回事 鄰近地區附近 會不會還繼續搞 鄰近有的 例如近一點台灣 但是他們玩的東西不同 他們玩的 所有比賽都有一個規例 以前香港玩的那個賽規 就是Gentle 跟英國 對 對 沒錯 現在台灣 台灣本土以前也有些 但是如果說國際規例 是包括玩了checking 就是說民草地 找東西 protection 是吧 你普通家庭權 不會 其實你玩的規例也不對 所以 其實 很多人說規例其實是很糟糕的 是 你是不是 視乎你想考什麼 我玩賽車 越野車規例 方程式規例 不同的 是吧 但是有沒有方程式的賽車手 可以玩越野車 都可以玩到 是吧 但是可能要轉一轉車 是吧 驕如學修少少少 是的 當然又有些不同 但是 原則性 我們說 駕駛也有 原則性 大圍也是這樣 是吧 那根本就不是在那裏斟著 有些人就會在規例斟著 你問我現在也是 香港你搞的 不是在規例 你是不是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的原則性是什麼 復從 好像現在的年代進步了 復從之餘是 我們講的 你搞一隻動作狗 死狗 就是 還是一隻活潑開心的狗 是兩回事 我們一看 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怎樣教法 就是positive reinforcement 還是一個踢烈型 是吧 都是教到好像那個結果 你一直講到我腦裡 在想著那隻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讀書很聰明 讀書很聰明 沒錯 沒錯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我教狗 令到我兒子 也算精靈 有福調 我兒子 你不要想 這麼多 我兒子一回來 從放衝出來 爹地 就跳上來了 你教狗 逆言 你一回來 你的狗怎樣 實扣過來 實扣過來 就對了 一回來 躲在桌底 應該做錯事 你們就說做錯事 其實他一向都不歡迎你 你是不是 他無需要歡迎你 是吧 這樣就不是太好 那你的背景是什麼 那這些 說一些 就是抽一下 離題一點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你經常就怪責他 回到來就咬了東西 是吧 那你第一 你一開心 你又不知道 第一印象就是 你就是負責了他 你有沒有想過 是吧 為什麼 他會咬東西 他經常只顧著 主人在扭腳 是呀 狗狗 其實因為 你放不夠 你沒有什麼規範 給他 你還有東西給他咬 我們經常說笑 你知道嗎 很有玩具 我的兒子 我的狗咬東西 我兒子 小時候 小時候 你把他困在Pay Pen 你知不知道他怎樣 咬 刮牆 刮牆 有個洞 不斷刮 有個洞 他真的刮到這麼大的洞 好玩呀 是吧 猜不到 但他這個後面背後 一定有動機 沒有東西玩 人仔守狗仔喉 是吧 正常 他在家裏就搞一下 正常 對上發展這件事 是吧 這個質感很有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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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了他 你就不會這樣怪他 你不會這樣怪他 你就不會破壞他 是呀 是呀 都是一樣 好像我們罵小朋友 他不對 OK 他不對 在你的大型角度 小朋友不知道什麼 對不對 你有沒有教過他 他對的事先 YES的事先 提點大家 這個是我教大家的竅門 是吧 教狗 教了YES先 說NO 不要在Facebook 群組 我NO了他 他但是不聽 那些人教我NO 香港 香港最好 香港自由講 要講不是你講 NO就NO 是吧 你叫什麼都可以 是吧 那隻狗給你叫 他不聽的 是呀 是呀 他在NO做那件事 原來咬梳化叫NO 他不明白 是嗎 你要明白他的言語是什麼 是呀 從而 你做人 其實 教狗 就是我師父教的 當年 我教你教狗 不是教你做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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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像的 因為 你明不明白 你講的那個廣東話 人家是否接受那個廣東話 是呀 大小女差不多 是呀 你要明白他 他就教導 而且你看到他不好之後 你又沒有給方法 最經典的就是 不要吵 是 小朋友的想法就是 那可以怎樣 你又沒有說 是 那小朋友就完全停在那裡 有些太好了 就是 你叫小朋友 譬如我寶稅 就不要賭寫 你就不是叫他不要賭寫 因為他不知道 你叫他給他三個方法 你怎樣令他不要賭寫 那他就 下一個步驟 但是後面那部分 很多父母就 說自己沒有 那他就說 不要吵 不要賭寫 不要賭寫 如果他沒有東西 他就說 那我應該怎樣 應該要做什麼才對 其實是 對 然後就不對 又打 對 不是solution 是嗎 是條件反射 是 是 但他又沒有辦法解決 而且他這麼小 他又說不到 那些長篇大論 他又不要吵 那他就說 你不要回答我 然後你又打我 整件事就很奇怪 我猜過 我聽你這麼說 我想狗仔 又不懂得給反應 而且他們都是條件反射 或者聽到 你怎樣啟發他 對 對 那就是每次都在混 不要說狗仔 人聽到都很好 很爽 所以 為什麼那些小朋友 這麼不喜歡媽媽 媽媽說 這麼煩 什麼都顧著 媽媽負責是 又怒了 媽媽負責是 YES的 是啦 什麼都顧著 正當地啟發 有道 負責在那裡玩的 很滑 媽媽說不好 是 跑完步才吃雪糕 那又沒問題 哈哈哈哈 其實這個挺有趣的 正在教育的模式 剛才這麼說 其實都是正正反映了 你師傅說人一樣 有些部分 是不是要想另外一個方向 其實你想我做好 嗯 嗯 因為我真的見過一些父母 他們已經進展代了 小朋友是罵的 他們已經是聽不到的 嗯嗯 就是好像你咬咬咬咬 那一邊咬咬 哈哈 是啊 聽不到的了 就是正正不是抓得對 所以說專業不專業 這就是很大的分野 咦 你不是別人說什麼 就是信 這個很難看 下一步 那問題就是專業不專業 這個很明顯看得到 所以變成要處理那個 狗狗的培訓方法 你不只是人說的就是信 你真的學了整套東西 你又有個這麼好的 所謂打底 學了整個和相關的東西 你知道怎樣關心那個狗狗 那問題就是作為一個行業 現在怎樣也好 那在香港 會不會還有父母 都要計較小朋友 嘩 有書不讀 去養狗那一隻 會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嗯 現在又不同了 又真是開放了 開放了 文山小朋友 養狗 文山小朋友 已經開放了 因為以前就說 你不讀書 你不坐寫字樓 但你沒有出息 就業選擇以前是有限制的 嗯 其實不是的 其實九行都是有很多機會的 你問我也是有很多機會的 但是你怎樣做 站得穩 嗯 是真是 要夠專業 是 是 是 謙虛一點 是 是 不斷學習 講個心很重要的 嗯 人都是貪心的 不要說大哥 譬如九百元一小時 一天不要一手五小時 四千五了 政府那個有道就是有點問題 不是怎樣教 你就是看政府的就業輔導 青年就業才算 其他一件事 我跟寵物有關 他不想教不教 美容而已 嗯 很閒的一件事 所以變得就是說 其實政府大頭說 鼓勵人家創業 創業 或者去不同的就業方式 就是叫生涯規劃 多元化 多元化這件事 其實對寵物 尤其是狗狗這個行業 其實認知都是不足的 很明顯的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剛才你講的美容 是容易看到的 是容易看到的 就是帥仔不帥仔 記得是站得穩著腳 那一類 嗯 剛才你講的幾個條件 好像不是很講的 訓練部分裏面 有心 怎樣是有心 怎樣是衡量 是 可能它是怎樣 衡量不到 變成只能夠接觸到美容 看到 去到你這隻 還要跟師傅 是完全計算不到 所以他們不能夠有規模地 變成一個建議 給學生去讀 假設我不明白 有可能也是 對 相比起美容 你可能是C grade 你便做到這些需要 B grade便做到這些 所以頭腦就爆炸了 對 對 那我如何量化 那你考到正書 也是很困難量化的 嗯 一說 再說 即是有回比賽 也很困難 又是可以量化 你起碼為我贏過桂冠 我起碼有 我起碼告訴你 我教了一隻狗 我可以在公開場校放繩 而牠聽話 大家都看到 你看到 不是說你看我的狗多乖 牽著繩子 你明白嗎 可惜這件事 外國真的比賽很多元化 台灣可能是另一個不同模式 但你去到英國很傳統的地方 有看綿羊 你要自己把綿羊都趕進南 有很多事情要搞 香港有沒有一種比賽或活動模式 我不當是比賽 只是推廣 有沒有一些推廣活動 令大家的認識加深 有沒有做這件事在行業裏面 我個人只能力有限 比如有些社區服務中心 他會教一些義工證書班 或者行業證書班 很基本的那些 我收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跟他交 讓他了解行業 甚至乎我會幫一個 叫做愛領養服務中心 每個月搞 可能一兩班的 叫做狗的服從體驗班 或者你們初養狗要認知的東西 我通常免費幫他搞 得來的收入 我就會捐給你們 即是我也要平衡 我做這行業 我每次都要錢 你每次都要照顧家人照顧 不是 要平衡就是我 好像這些 我搞完義工班 你要捐給他們 幫助一下他們 即是在我的角度 我捐給時間 要有這些平衡 我只可以做這些 當然有些人問我的 如果有問題 我解決到 我又不要說要上課 有些真的有電話 或者電話我都會回覆他的 教到多少 你這麼有心 其實這些就已經不是你關心的 這個反而我覺得 是你自己本身已經有的東西 以及你的品牌 我認識了 他一定會做這些 放心 打給他 這是你給人的印象 好事 只不過 剛才問這個問題 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持續 你後面的 會不會還有年輕人可以入行 是呀 還要是做回 一樣的 質素 又會有心 又會有專業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已經有一點點 有空隙 好像 暫時 暫時也是 其實有沒有一些 訓練的學校 會搞這些班 都是有些的 但是 又是 搞了 搞了 還有有沒有 就是說你搞了 是不是要考試 起碼好像美容證書 好集 C grade也有個考試 是吧 B grade也有個考試 我自己放在這裡 給你剪的 會容易很多 是吧 你那些又要訓練很多 有太多的unlone 或者很難控制的東西去檢查 對 是 即是 講現時的行業 你起碼有這些 叫做班 一連制 什麼 你去參與了 那 參與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參與了那一年 那這個課程 通常有沒有寫 你這一年會學到些什麼呢 嗯 這是學到的目標 對 你有個問號 起碼都要寫 原來你 我基本的狗的知識 是吧 眼耳口鼻在哪裏 就看到了 耳道是怎樣的 是吧 屁股是怎樣的 即是知道他健康不健康 是的 有些狗種有不同特點的角色 是的 譬如有些狗種 它偏向熱一點的 在台灣 你也知道 是吧 一些中暑的 你也知道 你進這行 基本功 基本功 都重要的 不只是訓練狗 嗯 不要打算只是訓練狗 一個專業的人 就是你 什麼都知道 起碼你看那隻狗 今天這樣打架 是不是耳朵有事 通常這些 通常是耳朵有事 那你已經 檢查一下 檢查了 有問題 告訴主人 你去幫那隻狗 其實我們這一行 譬如有些狗 譬如有些狗 真是頑皮的 甚至乎惡的 那為什麼主人 給你教 你收這個錢 去服務它 是什麼 你想一下 你把牠運大一點 如果我教得好 你教不上牠 留下牠的命 如果你教不上牠 牠真的被人 被捕了 有些個案 就是 那些朋友養狗 因為主人跟狗 接觸時間不多 牠又不是專業 沒有那麼多活動 跟狗一起去做 狗有沒有什麼 病痛 其實牠是留意不到的 反過來 有些專業的訓練 跟狗 多一些活動範圍 多一些不同種類的活動 像迪奇華齋 那牠就是狗命不保 還有很闊的 我們這行 不只是一個 即是我那個 很闊 根本你狗訓練 你是一個狗訓練 你可以很闊 說什麼 你不要看少我 我帶隻狗去看醫生 我經我的狗訓練 我帶隻狗去看醫生 你說 我不會收費便宜了 我一樣收回那個小時 看了兩個小時 就給兩個小時 那你的能力 都要錢 那些時間 但是有些人會想 我請你去Docchenna 我就給你 譬如900元的小時 我給你 當你帶我的狗 變成300元 那些主人不會的 牠真的會給你的 你怎樣做到這個專業 主人相信你 帶牠的狗去看醫生 或者當然 可能有一隻狗 你能處理到 我就說 諾威娜 我帶不給牠 我帶不給牠 你看到醫生 就咬醫生 對 有些肯被醫生打 有些不肯的 那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 你就是帶一隻很兇的狗 我就給你打 很舒服 又不會傷害到人 所以很闊弱 不是那麼簡單 我只是做了我的事 我其他的事 是不做的 其實這個心態 我想就算你不是做Docchenna 也好 總統做了一個人都不行 有很多事情就是 按時工作 我本職辦事 做完就走 那隻狗 我夠了 你繼續咬 我走了 這個心態 我想只能夠 真是工 一份工 但是你不能夠 不是專業的 肯定不專業 不是專業堅持的 可能未必出名 不一定出名 而是你不會有一個位置 認受性 人家會提供給你 我想基本上 提供給你 可能也未必會 有的 很少 長遠來說 因為很坦白的 Docchenna 這個工作 雖然說有訓練公司 裡面做 但現在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 就很坦白說 你的提供也很重要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這樣去做的事情裡面 如果你自己已經做了 例如我們的觀眾 我又很喜歡狗 那怎麼辦呢 剛才說的那個階段 可以怎樣處理 或者有些什麼 你所知道的 可以推薦給一些 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現在做法 你們只可以 真的在香港找一些 會友開班 當然你選哪間 我沒有推薦 你問他 他教到你什麼 對 第二 當然 外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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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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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想問 標準有課程 標準有課程 對 但是外國好像比較厲害 人們願意肯付錢 香港沒有而已 你說得對 你不明白我這個心態 說真的 是會有的 我想要問 好 大家觀眾聽著 你剛才說的就是 外國好像比較厲害 那些證書 你是不是 都說 教那個詩詩 他真的流程是會好一點 鬼佬真的寫東西 的流程 說話都會多一點 但是我經常提醒 一些人 背後那間學校的導師 是誰 那個導師原來在 鄉下老 沒有啊 開過有小的 一份屋子就教你了 你是不是 他比賽都沒有比賽過 這個阿Sir 經驗很厲害 他都沒有的 你是不是 或者他都沒有教過人比賽 而贏過 我有教 但是經常都輸 就是你的方法不行 香港這個環境 外國又不同樣的 不同 環境不同 要求的技巧 標準都不同 所以 始終 什麼都要先搭腳石 對 人都香港沒有的 對 你唯有香港這樣 即是入門 入門你都要的 這些叫學費 你都要的 你不給香港 好過你什麼沙子 都沒有很多人來看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 我也同情你們 要入行的人 盡量看看大家 如何付出 你要我扶持 也可以 我說 隨時講到 叫我做 隨時做到 你叫我寫 又一點都寫不到 所以 那些人找我 一找我 WhatsApp 問我怎樣教 我說我教不了你 你明白嗎 問看那隻狗 說我不知道 教不了狗 是 好了 再說回 剛才你可以去外國讀 是嗎 現在新式一些 仲德 要它 在電腦就能夠讀 讀那些文字 感覺不到 是 這樣說的 有些會 搖它 它會給你 是 它會給你功課 做的 即是你要有狗 你要明白很多技術上的 你要有 你要有狗 你家裡是可以養狗 是不是 你要養一隻狗 來做 它要你做的功課 然後你傳給它 嗯 是嗎 當然 有得出貓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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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出貓 有得出貓 就不是完場的 不要說一百次 這隻狗都不是你 你拿我的狗 熄熄的 給你教功課 是嗎 不要緊 最重要考到一個正式 走假 真是 你沒有一個 互動的關係 你不是現場的話 那件事完全完場 很容易作假 你教一些所謂基本的東西 那些謠他當然沒有所謂的 始終好像你所說 不單止是你和狗 是你和狗 是你和狗 和狗的主人 三個關係 你無緣無故互動 所以又不用那麼灰心 我剛才所說 你第一步是要的 那你有了 然後回到香港 即是在香港 或者 你找一些 可能有些 一些機構 有商業的也好 或者有些 真的 靈養 什麼 都有些地方 有些狗 有些 這樣的機構 都會聘請Dod Trainer 現在多了一樣 就是要訓練 這個 盜盲犬 是 又多了一樣 那些東西又不同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不同的 那些導師不同 如果你說那些導師讀的書 還比較多 是啊 很高挑戰 很高難度 是 要懂得專業 來的狗 是 那些 又是另一個 那些 但是 起碼你找這些機構 或者一個 Dod Training School 去做 起碼我做一兩年 你有經驗 你每天摸一隻狗 我看起碼概念 首先摸一隻狗 是否真的喜歡 也是 這個也是 我想任何工作都是 你初初想 而且你下去了一段時間 之後就肯定不懂 這個也是挺不錯的 還有可以說一下 就是 社會 現在有的 就是 譬如我們有時候 教寧犬義工班 那些人 那些同學 教了出來 他是寧犬義工 他會帶一些狗 然後去一些學校 講一下座 是 酸養 怎樣愛護動物 狗是怎樣 這個循環有幾好 有些機構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 所以發展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你怎樣 批整這些東西 各人有各人的方式 怎樣做多些有意義的 而社會接受的 你就站得穩 是不是 就會有人找你 我剛才說的那個機構 他是接這些小學 中學的 他們的program 真的排滿了 哇 真的可以很多事情做 很多 那學校 有時 每間 就算幼稚園 都會有體驗給小朋友 我今天帶你去看狗狗 狗狗可以這麼乖 你怎樣接觸牠 這些都是教育 所以其實是很寬的 而且你暈大一點 你想 你搞得好的政府 找你搞 就行了 不用我判給你搞 是嗎 都是的 即是 就算做個好主人 也有時間去搞 撿菇菇 現在的公共屋邨 有扣婚制 諸如此類 你不要亂費 已經有很大的需求 都是愛心服務的一種 免得被人踢出去 其實是很遠的 可以走得 如果你們寫東西 寫得厲害的 又有添人的 你已經寫 喂 不用你漁農署 搞什麼條例 才能養得夠 你上個課才能養 拿個牌 有牌 有牌 養狗牌 對 你可以這樣騙性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很多 都罰職 根本很多 你寫的就是 喂 你說藥帶動物 為什麼這隻狗長毛長到打了餅 沒有人打你 喂 你不是一個好主人 那你要教牠 你不教牠就罰牠 那很多 就算法例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不是要藥束 對 原來你的狗病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馬上帶牠去看醫生 你也是藥束 對 你明知道牠病了 一定要冒到瘦了才叫藥束 不是 不理解 如果牠有個傷口 你沒有看 你幫你報一報 什麼時候發現 前天發現 那就是藥束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很闊 很闊 因為說真的 這家的工種 以為都是只有那些 就是看到那些 不是 正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就算這個療程也好 其實你有機會 你有能力的 甚至要拓展一個新的 可能是國有 香港未有 當然你的工作機會 還有沒有人跟你搶 拆散牠 又不是搶不搶的 問題是 有很多主人都不知道 有需要這個服務 正如很簡單 很多人經常不敢養狗 就是因為牠沒有時間陪牠 逛街街 外國就說 是Ford Walker 香港開始有的 開始有的 但是香港剛剛發展 但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那個信任 他怎麼信任你 你不會跑掉你的狗 怎麼信任你 你自己入屋 是不是 你都說入屋要有個態度 總之不是簡單的 我想到了 如果他幫你放狗 有狗狗咬了別人 那些責任 那些責任是怎樣 那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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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有很多狗主 不知道那個需求是如何 正如剛才所說 你帶狗狗行家 就認一種 另外有些 又不敢放假 去行政 那些狗狗就掛了牠 有很多人就不懂 只擺牠在狗酒店 那牠在狗酒店 很慘 其實有很多 所謂衍生出來的服務 狗狗主人都未能留意到 我好像想回想你剛才說一句 用腦想 要愛心地想 因為你想了之後 有些事情 剛才所說的 是幫主人發掘一些可能性 加上你有這方面的興趣 然後再轉進去 再轉進去 是講的 正如剛才說笑 沒有人跟你爭 原因是因為你太轉 變成你站著 是你在那方面的陣腳 不會經常都覺得 找不到工作做 或者不知道做什麼 放心就是 找清楚你的興趣 再加上你用一下你的腦 再加上你用一下你的腦 再加上你挑選一下市場需要 可能就會做了一個報告 很不同的 因為先前也是政府那邊 也是撞了板 政府官員聽著 剛才說的 現在鼓勵多元就業 其中一個人就是 你沒有興趣坐進去讀書 不如去做動物美容師 有很多事一窩蜂衝去做 結果搞到一頭煙 第一 你是不是真的有愛心 第二 你認識的其實很有限 你要買一隻家生 你以為有生意 就不一定有生意 原因呢 我聽過一個很過癮的故事 真的跟Dekky那些學習有關 你以為幫他化妝就行 他不聽你說那怎麼辦 沒有機會 你怎麼看 他在周圍走 所以跟著人家口鼻不好 跟著人家不肯讓你化妝 或者你那個店鋪不肯請你 你搞不定這隻狗狗 所以其實做這些所謂基本功才算 都很多是相關的 他原文說我只認識一樣就搞定了 不是這樣理解的 我以為他來不時便會談 不好意思 其實我為什麼要創業 因為你這樣做是自顧的 其實你的要求不是為了僱主 而是為了你自己的品牌 你的要求會更細緻 而且不是就是剔分 因為如果他們心態是打工 他們不會讀得那麼盡 交了就可以了 瞞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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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瞞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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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真的,他們怎樣去循復我的貓,殺了針 他處理不到,他沒有方法,他又受傷 他要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去睡覺 Deki雖然說他的行動是很專業,或是不太闊 但正正是他自己一頭動下去,就做好這些事情 變成形象很清楚,但未曾想,就提醒大家的創意 其實你看看你自己的背景,原因是做過很多相關的事情之後 然後找到自己最喜歡的事情,就轉下去 反過來,其他人,其實Support 都要學你這件事 他沒有想過 我可以這樣說,就算有些人做Dog Trainer 他只能跟隨你所有的事情,但可能性格上 某些特質跟你有少許不同,可能已經不是他一樣 只不過是做另外一些事情,時間的關係 不能夠說你的子女,其實他是很厲害的星巴 不需要選子女的其中一部分 這也是關於狗的industry 其中一部分 你說創意出外,一年青人的部分 其實最重要是尊重自己的興趣 尊重 而很多時候老師太多了,他未必懂得找那個位 兼顧不到這麼個別 而且你剛才也說,你做了很多範疇 最後四年前,你才真正正正做全職 你找很對的那個位 這個是事實上需要時間 有過程的 是的,要勇敢一點去找到 你預料的心態就沒得 copy 雖然說今天介紹Dog Trainer 這個崗位,但有機會你出來 是Dog Trainer的不知什麼 我都不會知道 或者懂化妝的Dog Trainer 所以變成Dog Trainer 好像Dog Trainer 其實很重要的突破 那個性格就是主動學習 主動學習 主動去問 主動去找問題去問 這個很重要 你見到有坑的人就扭他不間 是 是 盡能領 你平時都要好的 譬如你扭我 我就肯定被你扭了嗎 你又要懂得 去扭你的事 或者去問他 他會被你扭得對 和你的狗仔一樣 如果你和Decci一樣很親愛的狗狗的話 有很多事情在談 有機會扭到 有 我覺得這些都是態度 或者可能有心態 態度很重要 那種種在那裡 就是工作在那裡 你可以因為你的態度做得好 或者是很不好 這個我想都是今天很開心 跟我們分享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高興 還有很多事情可能就沒時間問 或者說下次可能 真正正有些狗仔在那裡 不如我們去訪問一下那些狗狗仔 哈哈哈哈 因為這裏呢 我就不知怎樣處理它 所以不能夠上來 所以不能夠上來 那可能下段再說 這些升級的兒子 或者很簡單的 你可能就是訓練一些 升級狗 可能做的升級狗的經驗 都可能是一個工作的活動 也是 就是 沒有人知道 那你做了這個活動 不要想著那些狗狗搖前樹 兩回事 他們玩得很開心才可以 很多主人 他的狗去拍一下 養一下 我這隻狗做明星 他已經很開心 他不想買 他可能買到自己那天的狗糧 是啊 他養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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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比賽 然後說 他養他自己的 哈哈 養了自己 通常那些美的獎品都是 有美的 有美的 他經常說 這半年他自己養自己 他媽媽自己養自己 我問 都可以啊 原來有方法 其實是很開心的 都不是實際的 其實怎麼把它 不要那麼商業的 好像 如果DN計較 他心態很不同 是啊 沒有的 可能時間真的有限 下次可能再約 Deki 就訪問了一些狗明星 很開心的 OK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